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运动员入住奥运选手村 脸上表情丝毫没有任何期待 巴黎奥运标榜率能环保 选手村采用纸板床瓦楞纸床架放上聚乙烯床垫 精简设计减少更多碳排放量 但是选手显然不买单 更不用说最高温都有30度的巴黎 房间却没冷气 只靠地下管道冷却系统 几乎没有什么降温效果 英国 德国 日本 大陆等国家 干脆自费帮选手准备一栋式冷气 不敌舆论攻击 巴黎奥委会连忙订购2500台冷气机 但在选手村 居然连吃饭都有问题 日本师傅献捏寿司煮拉面 另一边整货架的韩国杯面 送达选手村 不是太想念家乡味 而是选手村提供的伙食 60%都是素食 鸡蛋 烤肉 这些运动员最需要的蛋白质 竟然是限量供应 选手睡不好 吃不饱 还有日本橄榄球选手 放房间的婚戒项链 以及现金不翼而非 损失超过台币10万元 选手村问题一罗 拨框巴黎赛纳河污水状况也未改善 从赛纳河底往上拍黄沉沉的泥沙 模糊艾菲尔铁塔 原定30号举行的男子铁人三项比赛 也被迫延后 但巴黎奥委会依旧有信心 接下来的铁人三项比赛 能够顺利举行 TBS新闻 余星汉 汉公向华 蔡星渝 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 五环战场 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PBS 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道